所以说 我没有这样的 但说实在如果我们客观地判断 有些女士跟男士还是有一些差别 在这个时候我们前往要嫉妒心 嫉妒心很容易生起 嫉妒心的本质和嫉妒心的作用大家也应该会明白的 第四四个就是说不听邪说 自知诸见 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社会当中 经常有一些邪门外道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外道 我们并不是说是佛教以外的外道 不适合真理的所有的宗派也好 这些都是叫邪门 他们所说的有些我们没有必要去听 自己应该有自己的逐渐 不要人云业云 应该由自己的逐渐来进行摄持 所以说人没有逐渐的时候 说实在什么都是水不逐流 一直跟着别人走 那这样的话以前也是在人类历史上看 有很多行为是一次而造成的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人一定要有逐渐 尤其是一些佛教徒 那你自己一定要你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传承 自己的上师是什么样的 你首先是用认认真正的去学习一段时间 然后不能随便别人的一些写说 别人的有些写说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目的 我以前也是写过一些破除写说论 也是特意一些说过 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说实在的 有些是根本没有任何的这种科研的 但是自己有其他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起来的时候也自己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行为 在这个时候作为佛教徒应该有自己的逐渐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也有应该自己的一种个性 这个时候没有风水超动特别容易改变的话 那人不是真正的一种智慧的象征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不得不承认 人到了一定的时候保持自己的正见 我们佛教当中特别强调正见和定见 这个定见没有的话学佛也是学不成的 因为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都是不坚定的 就像是一种水上建筑一样的 特别特别不稳固今天这个人说跟着哪里去了 明天那个人说就跟着哪里去了 那这样的话就不合理的应该是自己 我们法王如意宝要接近圆寂的时候他说过两句 这两句话只有八个字他说是 摩射几道 侮辱他心这句话非常重要 不要把自己的你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佛教徒自己的这种道不要顺便地舍弃 也不要扰乱别人 这是像我们法王的弟子 都是把它当作一个人生的个言 人生的一个目标 在人生当中任何一件事情 我既然是做这件事情不能随便咬动 现在有一些人好像有些上师的弟子 今天跟上师很好 然后过两天的时候 别人说这个这个什么不好 对对对 不好 然后今天说这个也不好 对对对 那个也不好 就一直特别特别容易改变 这是我们自己说明没有定解 如果你有定解的时候 简单的一些语言根本没有 比如说像我 我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有坚定不业的定解 我说实在经常我自己也是发自内心在说 哪怕是真正有人杀我 看我的时候 因为凡夫人的感受极其痛苦的时候不好说 除此之外 对佛的信心是不会改变的 任何一个人给我说多少的话 因为我自己在早年的时候 经过二十多年前行学习 最后我自己找到了定解 这种定解并不是别人洗脑 并不是别人让我暂死的一种 所以我们佛教也好 其他你们一些任何的知识分子 自己要有一种逐渐 人要自己的一种头脑 不要天天都是随着别人的后面 然后骗来骗去 转来转去 这样说其实佛教徒也是 有些人是经常这样的 所以我看不惯 不行 你看下面说是文语寡言 我说话要吻合一点 而且少说 不能说得很多 我刚才说得有点多了 这两者没有做好 我们说话不能太重 不能太用说一些暴力语言 因为我们经常说言多必识 说话多了以后会说很多 还要经常说 口出不声之语 然后入逆人之间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小心 说出很多一些不好的语言能得罪很多人 一句话让别人可以跳起来 一句话让别人可以笑起来 一句话也让别人可以哭起来 一句话也可以让别人心里不高兴会死了 又这样的 原来有一个公案有两个人 一个人问你喜不喜欢我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我不喜欢你 是真的吗 真的 那你等一等 让那个人自己死了 所以世间人一句话 也许是他真的 也许是不真的 世间的一个真正的行为 但是他说的不喜欢这几个字让一个人死了 所以我们说话一定要注意 有时候不能太粗暴 所以佛陀在佛语当中 我还有两分钟 佛陀在佛语当中 比如说四善里面 生不善业有三个 义不善业有三个 语不善业有四个 不说妄语 不说妻语 不说逆见语 不说处语 这样的话说明我们的语言还是很重要 大家在说话过程当中 确实没有特别必要的话稍说好一点 我也说少一点 下面第六个 担当众人 狂轰大念 这是宗政干部最后一句 就是说我们人应该是担当众人 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人才很重要的 而且心态要狂轰大念 不能以小的事情斤斤计较 现在很多人吵架 现在很多人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战争和斗争 很多是小事情而引起的 很多家庭的战争全都是消失而成的 如果是大的事情而战争 冷战 日日战都不是很多的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应该做一些有利益的 对自己的民族也好 对社会也好 有利益的承担众人很重要的 而且平时在生活当中心要光阔 在我们藏地确实很多人也许可能草原 蓝天 也许这个环境给人打来的 很多人心里比较狂轰大念 比较综合 也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事情 整天争来争去就不会这样的 所以特别希望大家应该住入一个心地宽阔的世界 在这个时候自己也是快乐的 他人也是快乐的 平常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自信 要认识自己的心的本性 同时要尽所能及的就开始利益众人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寻找的文化最究竟的意义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白小平 我是现在是一个国中的老师 那我是国北教育大学 科教系毕业 那我想要请问就是包括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学生 他们学的就是比较偏重的都是知识方面的学习 但其实他们其实就 因为现在的外在环境其实也都很多 各式各样的东西可以吸引他们 那我发现学生是不快乐的 所以我想要请问一堂说 我身为一个老师其实我在 因为我们国中是三年的学生 我想要请问就是说 如果是只有三年这样短短的时间 那我想说 我能够带给学生最重要的 就在这三年中带给学生最重要的一个 可能可以给予他们的信念 应该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 因为我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可能 比较特别的学生 有些可能是智力有问 有些可能是情绪有问 那在我遇到这些学生的时候 就是我身为一个老师 就是我当然有我的一些 就是对他们的方法 可是我想要 因为我会觉得说他们 我都是一些因果业力 才会造成他们进度这样的情况 那我想要请问他们 会做一个看法 对于这些他们本身就是有障碍的小朋友 他们要怎样看待他自己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 我们作为一个老师 现在老师的负担特别沉重 因为老师是表面上看来跟其他的工作人员一样的 但实际上他担负的是一个人民的未来 而且这不是一个人 比如说一个老师他带的班有两个班 至少也是可能接近一百个人 那么一百个学生的未来 依靠这个老师在两三年当中 也许这个老师不断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话 那十几年 二十几年 他就像老师是一个工厂一样的 如果这个工厂的机器有问题的话 那么这里出来的产品都是有问题的东西 这个老师非常好的话 那么这个工厂当中出来的全部都是精品 有这个差别 因此我们经常也是跟老师交往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跟学生 因为其他的人和行业 比如说我们医生就很重要 但是医生如果帮助人的话 可能极少数的 他每天看病的极少数的人 害别人的话也是极少数的病人 但老师不相同的 他一群一群的思想 一群一群的他的行为 都有好和不好的影响 有这个差别 所以你刚才这个人问题确实也很好 我要在当老师期间一定要想到 给学生到底带给什么 他需要的什么 作为老师他自己有一定的经验 他有社会经验 因此在社会上给学生需要的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的才免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可能八十左右 或者是要现在的知识 而且现在的知识也是多样化的一个文化 什么都要学 如果什么都没有学 在学生的就业问题上面还是有一大问题 当然这个时候我想作为一个专业的老师 不用我来提醒 但更重要的就我刚才所提到的一样 现在很多学生在学校里面毕业出来之后 诸如社会跟别人的人际关系非常差 所以一定要用怎样做人 怎样做人的方法 古人有古人的一些德行 那么现代人有现代人的一些做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经常也强调 作为一些老师给学生带的过程当中 哪怕是他在讲课当中有一个故事在他的见解上 行为上 尤其是这个学生将来真正诸如社会的时候不要太自私了 如果人很自私的时候在任何一个场合当中会露出弦的 他最续也是别人不一定认可的 人如果是有一种利他心 那这样的利他心培养出来的话 他诸如社会的时候一定会是成功的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想着别人 当然以自己的利益没有太大损害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别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教育方式我们经常讲的慈悲理念 慈悲理念作为老师一定要给学生传递一个慈悲的理念 否则这个人到了社会可能他也非常痛苦 他有些知识用不上的时候也怎么办 再加上我们老师也一定要给学生传递一个 当你不成功的时候如何面对折磨和困难的心灵的疏导 这个在学生时代也很重要 因为学生时代的时候你给他讲生活的美好 未来的快乐但一直这样吹到时候他真的住在工作的时候 原来的时间也并不是老师所提倡的那么幸福 所以那个时候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第二个问题我想像不同的这样的同学包括情绪也好 他各方面的一些压力或者障碍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给他学会一种坚强的理念 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特别的痛苦的孩子 像这些痛苦的孩子的案例弄到我们现在当中 让大家也坚强起来我们学佛教也是要有一种坚强的力量 如果没有的话那学佛不要说连时间也不成功了 同样的你们在诸如社会当中 这些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自己的痛苦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些